后来看到继重点区域清沟之后 花莲市3号下午再针对抽水站机组运作 以及路数修剪加强来防台准备 那么市长魏家燕表示 工程队人员是全数进驻24小时来待命 那么同时市长也呼吁民众要保持住家周边的排水顺畅 以免大雨来临的时候发生淹水的情况 小犬台风逼近东半部 华莲市长魏家燕3号下午特别前往抽水站 视察机组的运作情形 今天到我们南宾抽水站后 那主要检查一下我们的机组 跟我们运转一个状况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我们台风在井 那稍早也发布我们入井的状况 那目前就是希望说我们在住外口的部分 跟我们蓄水池的部分 我们能够多一分的检查 除了清沟疏通和抽水基组的测试 华莲市公所工程队也进行了露树修剪 那今天也到主公里 比较多露树的地方做一个修剪的动作 那原因是怕我们的露树跟树叶 会因为风墙雨似的关系 脆落到我们排水工上面 那导致我们的排水沟 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一个部分 没有办法顺利的排水会有一个积水的部分 那今天做一个整理 市长魏家燕表示 工程队人员全数进驻24小时待命 要掌握水情状况 同时市长也呼吁民众要展开房台准备 并且确保住家周边的排水沟要顺畅 以免大雨来临时会发生淹水情形 借鲁慧欢视报道